急速飞驰 甩走飘航 这不是现实的速度机器 水化飞舰 扩浪前行 这不是卡车版的激流武器 在解放军第一级团军 极限驾驶机训队 极限驾驶是每一名队员的拿手绝火 在不断挑战自我 创造新的极限中 他们互相超越 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看队员怎样客户困难 成为极限男手 感受极限驾驶的惊险与激情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极限驾驶集训队 这个车也坏了 拆水箱 它水箱撞坏了 抓一时间给它把这个水箱更换一下 而且这个车下午超课之前 急着要用的 现在这个车坏的太多了 每天我们车一修好 还没出去 这边又有车就坏了 拉回来了 驾驶集训队开训以来 负责车辆维修的班长 远乐就一直头痛 车辆坏的几乎修不过来 什么样的驾驶集训 对车损耗这么厉害 这车究竟是怎样开的 在训练场的休息区 我们见到了刚训练一轮 下车休息的重装运输车所的队员 郑江泉 你为什么跑那么快 自己人控制的车数 120它也不加快 控制不住 60马上的加快 重装运输车 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大卡车 一般人的印象中 速度和灵活性 并不是它的强项 而在集训队队员的时候 我们对它有新的认识 八字绕装 别醒一味 快速通过模拟侧装站台 这里每天上演的 不是现实的速度与激情 只是集训队员们 对极限的不断追求 极限驾驶 人的极限和车的极限 两个极限的结合 结合得越完美 你开得越完美 超越自我 然后战胜每一位选手 这就是你发挥的提醒 2016年初 为了增强部队 处置极难显重任务能力 协方军第一集团军 同胜利团单位 超度54名驾驶员 组建了这支集训队 队员们将分组训队和 逐轮淘汰 最终留下的队员 想组成极限驾驶 万军车路 早听集训队队员 毕竭说过 集训队的重床车组 训练中 有一个非常有 视觉冲击力的科目 快速通过 深水走关 记者也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他们 怎样玩出酷炫的活动 然而 教练却似乎在卖关子 一直让我们再等等 根据计划 上午的训练 先从科目开始 这个科目对选手的车感 和操控能力要求很高 像八字绕桩啊 跌心一库 那么快速上测装站台 等等一些项目 它对这个战士操控的 这种精准性啊 要求非常的高 我们目前设置的场地呢 比我们的车宽啊 一边只多到五厘米 就这么长一距离 两个轮子 两个后视镜就这么厘米 非常的紧 把他们这个 对车辆操控的极限 发挥到一个顶峰 按照顺序 跑完科目五 选手会接着进行 科目六测试 科目六是由一系列 战场经常遇到的 地形组成 对队员操控能力 和车辆的性能 都要求非常高 训练包标准啊 非常贴定实战化 比如说反坦克豪 那反坦克豪 它是防止坦克通过的 我们知道坦克的通过能力 非常强悍 但是我们这个队员 要驾驶的运输车 甚至是指挥车 要通过这种反坦克豪 它对这个车辆的性能啊 要求的非常高 那么甚至呢 就达到了它的运气线 每台车都要把这个 最好的数据 最艰难的数据 都要跑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掌握它的 一个综合性能 尽管科目六 已经让我们感到难度很大 然而教练告诉我们 科目六也还不是最酷炫 那么 极简驾驶中最酷炫的 究竟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快速通过 深水区训练场地 尽管看上去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有浅健身的水池 最深处深达1.8米 我们看似简单 但是实际上呢 它整个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啊 涉及到一些高端的理论 充分发挥我们装备的性能 动力啊 行驶性能都完全发挥出来 那么在整个这个通行的这种过程当中啊 始终呢 是车辆保持一个最高的一个通过水平 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在这里呢 要进行油门的调控 始终呢 让它调控在 扎动机就能发出气而来 又不让它还怕很难动的程度 继续拱着水走 明白吧 意义上踢着地走 对 扒着地走 对 扒着地走 不是滑着 扒着地走 都减乱 扒着地走 扒着地走 扒脚 扒着地走 就这种无着ty的训练 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路线 可能跑出最快的路线 才能去战争对的方 杨栋 唯一扒着地走 在这上 地走 或者跑出最快的路线 恰到好处的入水时机 完美地切出弗线 每一次通过都是选手依靠细腻控制手法 使得车辆获得最大辅助力 犹如刨丁解牛般穿过水波阻壁线 施木熙 刘振祥 李杰 是重装运输车组的三名驾驶员 在三个人中 拎领最长的老班长李杰 驾龄却最多 前面两名同志都是 通过两年的训练达到现在的水平 他通过一年他要赶超他们 他的压力很大 相对别的小组 这个小组的关系显得有点微妙 集训队每天的训练都进入考核成绩 作为下一轮的选拔的依序 所以每一次训练都是同行车手之间的PK赛 队员们的竞争也很激烈 生活上也是战友 兄弟 在竞技上面是竞争对手 每次只要一道训练场 那各个安地里较劲啊 表面上感觉哎呀无所谓 哎呀没事你拿第一没事的 都在推啊没关系 哎呀我今天失误哎呀你拿第一没关系 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安自在较劲了 每次训练三个人都是卯足劲 有时候气氛闲得有点不太对价 负责重高运输车训练的助理教练徐海斌 看到这情况就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希望能缓解一下气氛 我们搞一个小小的活动啊 啊这个活动很简单 第一个啊到重点看谁的水最多啊 第二个用时最少水最多的啊我们这个 我的优胜来石头剪刀布实验上 剪刀石头布 第一个可以 第二个 好还是一二三啊一二三 好嘞 我来给你们监督一下 没没没没撒出来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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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已经生意点点了 好 看呀 给你 好 来 来 来 接棒了 别棒 接棒了 别棒 规则小小的改变 给重装运输车的三名选手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施木熙和刘振祥 用事都超过了两分半 水也只剩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它水放上去 不放水就感觉的区别非常大 加油 加油 前期的习惯就是高速踩制洞上去 按那个方法走的话 又害怕把那个水全部溅沙掉 后来我就轻轻的踩制洞 想着让它溜上去 然后随着它这个动力提不上去了 李杰尽管前半段小心翼翼 但在上顶庄站台时 连续两次溜了下来 用时最长 完成课目后 左胜水和施木熙刘振祥几乎一样 随着杯中 撒向天空的泉水和欢呼 比赛结果胜负已不重要 小小的一个游戏 改变了训练场的气氛 也拉近了几个队友的关系 极限驾驶集训队 来了一蛮听名的老班长 训练就壮肝的他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又是怎样 突破重重困难 破茧成蝶 军事记事正在播出 极限驾驶集训队 极限驾驶集训队3月份成立的时候 是由第一集班军 施旅体单位抽调的 50多名驾驶员组成 乐园之间基础差距很大 从冰林层次上讲的 各个层面都有 主要是各个营连的驾驶骨干 还有一个是去年 曾经参加过这个 集训的一些人员 他们相对来说有些经验 重装车组的李杰 情况有点特殊 作为第一年参加集训队的队员 李杰是冰林最长的一个 但是特种驾驶经验 还是个新兵 在训练手当中呢 他年纪最大 但是最肯吃苦的一个 最肯吃苦的一个 训练当中 人劳人怨 第一年参加集训的老班长 虽说也是自己单位的大拿 在这里却没有一点优势 刚进集训队就出了潮 但是看的时候感觉挺简单的呀 你比如说过障碍 然后跑场地 感觉挺简单的也不快呀 这个卡车不快呢 我自己也能搞 一进去 就像弹钢琴一样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碰了好几根感 李杰对自己能否经受住集训队考核也没比 此下还做了点小手脚 他不好意思把简单换掉之前 把简单换掉 等到淘汰第一批了以后 我才把简单换回来 到最后还有 他们都不知道我是第几年 集训队宿舍前面的走廊上挂了五张彩色照片 这些照片是第一阶段考核的每个车型的第一名 去水房洗漱来往都要路过 仅靠水房的那张 李杰每次经过都会停下来看一下 那是铜车型的湿木溪 看到他们的照片贴上去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有点酸楚的 人家能贴上去我干嘛上不去呢 然后就是说心里面萌生了一种就是斗志力 定下自己的目标 理解训练的时候很拼 甚至有点奋不顾身 比如站台 一练练个两半天 一练练好几天 就是速度冲过去 然后一脚踏车 就只知道就是速度要快 他呢就是反正在训练的时候 开着车子就是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在收的时候他还在放 在放的时候他还在放 训练中的勇猛作风 让李杰在集训队出了名 他被号称拼命三郎 这个是比较拼命的 这块可能他自己压力很大 但动力很足 新老先生对他的印象说 嗯 太猛了 一位追求速度的李杰 落了一个拼命三郎的成果 他的训练成绩却没太大感官 这让李杰很郁闷 按道理来说自己很快的 然后都飞了 但是感觉都飞了 怎么不快呢 我还人都颠得很厉害 感觉很快啊 为什么还这么慢 怎么也想不通的李杰 没事就往训练场跑 去琢磨障碍怎么翻 弯怎么过 却一直找不到原因 马上就是第二次淘汰 周围的队友都在进步 如果一直还是现在的成绩 李杰很可能坚持不到下一轮 就得打包回单位了 教练 我最近感觉到很纠结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很猛 嗯 感觉操作很很很很那个的 嗯 这个成绩还是老是上不去 尝试啊 以人带车啊 以人带车的 到张安的赛道上去过一过 对吧 把车当成自己 对吧 其实车很有灵性的 对 你要体会到那种 他们讲那个啊 我们赛车的手都讲人车合一 人车合一 你现在肯定打不到 但是你要去用心去体会 去体会车的感受 对吧 你过张安的时候 助理教练徐海冰的一番话 让李杰对极限驾驶有了新的认识 每天训练前 他都会提前来到车厂 检查车辆 并在车上体验 以人带车的感觉 像你体验多了的话 就是处理起来会 脑子大脑很清晰的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这也是需要多两年训练的 找到合适的方法 李杰的训练比以前轻松了不少 成绩也在不断进步 但是比自己的期待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可能我的定位比较高一点 我定位是看第一名的 像第一名定位 基于不提高成绩的李杰 开始研究队里实力最强的队员的表现 希望通过看他们的驾驶 来帮助自己提高 我通过观察这个监控回放 基本操作是看不到的 看他那个车辆的行驶轨迹 和车辆的那个动态 然后总结出来 然而 看录像只能看车辆的外部行驶状况 队员在驾驶室内 关键的操作细节 却看不到 而这又是李杰最想了解的 趁着老平正将权的空闲 李杰主动向他请教 我看你这两次的成绩 考的时候比较平稳 你不要这样讲嘛 不是 我这几次老师搞不好 我要跟你学习请教一下 什么叫学习请教 我这车比你多两个轮子能一样吗 那基本上的操作应该是差不多的 你等一下 你开慢一点 你做好了 有时候做完道的时候 一定要靠道路的走 快走 你在行驶的过程中 尽量一定要避开这种坑坑 挖挖的地方或者是很多的地方 尽量选择合适的道路在行驶 找到内外尖秀的捷径 李杰在训练中越来越得心应手 终于突破了瓶颈 成绩突飞猛进 我每做一个动作踩一脚自动 它会滑在哪里 它会在哪个位置 暴死或者甚至是说滑几米 它前轮又会在哪里 当我看到那个位置 我要在哪个位置 连续稳定地测试出好成绩 李杰终于顺利通过了第二轮考核 李他加入极限驾驶冠军车队的梦想 也越来越近了 李杰终于顺利通过了 李杰终于顺利通过了 由于顺利的包括了 动终于顺利得出去 越来越近的 本身讲乱 中国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 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54集团军参赛队 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又是怎样走上赛场呢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 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 军事计时近期播出 狙击枪手对决计